海外一直垂热销的Vitro Pro终于上国号版 这么看来Virtro已经理顺了海内外的销售体系 相对于上次的Vitro One 它的国号版的发售要快多了 厂家也针对更高硬件数字的Vitro Pro 准备好了软件盛演 特别是Windows版本的Spacewalker 我体验之后觉得比上一次分享的 iOS版本的Spacewalker更具实用性 所以这次我想先从软件的体验分享开始 Vitro的讲总对软件的开发 它还是很重视的 目前Spacewalker系列的AR空间软件 已经适配了iOS、安卓、Win、Mac等终端 几乎涵盖了我们普通消费者 能够使用到的所有的操作系统 iOS版上次在Vitro One的体验视频上 已经做了一个分享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家AR眼镜公司 去做到这个程度的适配 而且它也开放了大部分的功能 给竞品的眼镜去使用 安卓端的Spacewalker同样内置了 3D和VR的优秀播放器 并且让眼镜的画面实现1080p的 那个横屏满屏的状态 特别适合一些没有横屏电脑模式的手机 包括中端这些去使用 并且它同样开放给了大部分的 竞品的眼镜用户去体验 这也让更多的AR眼镜爱好者 去体验到了Vitro的开发和开放的实力 对于Mac端和Win端的Spacewalker 它们两者功能上是一致的 主要是实现了更多组合方式的空间多屏化 我使用Vitro One时主要搭配的是Mac端 当时也提到了快速摇动头部的时候 它的窗口有一个变形的情况 目前改用Pro使用的时候 依然可以感受到窗口有类似于果冻的效应 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一个测试的条件 正常情况下 拜工的时候是不会这么拼命的去摇动头部的 目前Mac端即使在90和120高刷模式下 移动头部的时候 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个文字的模糊 所以厂家也给了一个降低动态模糊这个选项 开启之后 这个模糊的情况是得到缓解了 同时在开启的瞬间 我们能感觉到这个屏幕的亮度的降低 以及有一部分对平散比较敏感的人群 可能会感受到那个平散 实际上开启降低动态模糊之后 和60赫兹刷新率的模式下效果是一致的 所以60赫兹的情况下 是没有降低动态模糊的这个选项的 目前来看 要兼顾又动态清晰又亮又完全不散 这个需求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优化的 我之所以说Spacewalker搭配Virtual Pro 是目前体验最好的Windows端空间多屏应用 主要是因为关东虽然要求它的基础配置 是N卡的GTX1060 A卡的RX580的独显使用 但即使是连接我这台AMD6800U的掌机上使用 整个画面是完全没有撕裂感 当然已经按照软件要求去开启一个垂直同步 整个文字清晰度 屏散亮度表现都很不错 这就很难的可贵 所以我也更期待后续和AR群里面 目前比较火的那个玲珑主机去组合的方式 因为按我现在的场景的需求 如果不是去用到系统级的那个截屏路屏功能 因为这个功能一开启之后 它会把Spacewalker的那个路屏权限给占掉 造成眼镜里面的画面是卡住的 那除了这个功能外 我其实是完全不需要用到显示屏的 文字的清晰度情况 我实拍对比了一下 在调整到满屏状态下 双端的文字清晰度表现对比如图 而至于稳定性 我把双端的空间屏幕禁止15分钟 它那个飘移情况 我们也对比一下 那如果发生飘移情况 都可以通过复位R 以及校准C来回到视野中心 这两者区别 主要是前者适合的是 你使用者的姿态 就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下子坐着 一下子又躺着 这种情况 去调整它的屏幕的中心位置 校准的话 更适合的是 你一直是同一个使用姿态 比如说你坐姿 校准这个功能使用了之后 它的飘移情况会越来越少 那包括在你第一次使用眼镜的时候 包括更新好它的固件之后 都要在网页端的静态校准 对它进行校准一次 这样后续使用的时候 大大提高它在AR空间里面的稳定性 它的三个刷新率下的资源消耗情况 我对比了一下 目前切换刷新率 是要在没有进入到 它那个空间投屏的界面下去切换 如果你启动了空间投屏 再需要切换的话只能是退出软件 或者说重新去插拔一下眼镜 来进入这个刷新率选择页面 后续厂家会更新 退出空间投屏这个选项 那这样就更方便进入 之前那个刷新率选择页面 当然刷新率这种频繁切换 也只是我这种测试需要 正常情况一般 你都是会固定一个刷新率使用的 目前切换后的刷新率是断电记忆的 但是也要看连接设备的支持情况 比如我紧环连接的时候 它最高只能支持到60Hz 为了避免和系统包括软件的一些快捷键的冲突 目前Spacewalk的快捷键设置按键有点多 刚开始肯定很多朋友跟我一样 跟习惯用鼠标去点状态栏的菜单来切换 不过鼠标选择的菜单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 比如说我在超宽屏模式下 不小心去点了锁定左右 那我就点不到切换菜单 所以建议的话还是要去记忆一下键盘的快捷键 我有关注到Windows端的切换按钮菜单 一些低频的功能位于顶端而高频的功能就是位于底部 考虑的比较人性化 不是说简单的把Mac端的UI去全部给考过来 因为Mac端的切换位置在顶端 目前如果说你的眼镜固件跟这个软件的版本是不适配的情况 软件是不会主动去提示你这个问题 包括更新的 只是无法进行到下一步 需要更新固件才可以 目前是安卓端的手机APP 包括BaseWorker跟Neckband Remote以及网页端 使用过程还是有一些小bug或者说一些提升点 比如说我手头的Win端相对Mac端撒了降低动态模糊 厂家回复是下一次更新会加进去的 还有自动关闭显示器的功能 一般而言笔记本的电脑屏幕的分辨率会比较高 像我手头的都是差不多2.5K 如果说采用镜像模式的时候眼睛端因为是直接复制了相同的比例 眼睛端的字体就是有点缩小就不容易看清楚 希望后续能在切换的时候 主动调整和眼睛的分辨率保持一次 当然此时也可以通过拉近屏幕这个选项来看得更清楚 我使用中还偶尔发现会出现桌面图标消失的这个问题 在我觉得包括它的启动以及切换模式的时候 整个过程时间相对Mac端是要久一点 还有因为眼睛端它陀螺一的一个反馈的延迟 打之时就引起一些头部的震动 然后带来那个画面的颤抖 这个情况还是需要进一步优化它的过滤算法 当然整体是瞎不言喻的 对于AMD掌机这种小形态上 实现这个显示效果和稳定性我还是很惊喜的 当然有些朋友并没有说是这个空间投屏的需求 如果说直接投屏 那显示的数字肯定是最重要的 Volch Pro这次带来的真Pro真旗舰 它的显示也是目前BP光学方案里面顶级的存在 足够去满足投屏使用的显示需求 其中我第一眼最明显就是这个亮度表现 虽然它采用了市面上同样的最新索尼6.55寸的 Micro OLED屏幕 但是Virtue厂家将亮度调到了1000尼特 之前Wen的话差不多是400左右 目前主流的是500到600尼特 这个升级的感知是最明显的 很多场合是可以不借助电子变色来看清画面 通透的虚实结合让更多人去感受到这种开放式AR的魅力了 它的七档的亮度调节过程 我也基本感受不到色温的一个明显变化 而且它的亮度设置是记忆的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是它的Airbox 根据它送测的赛西实验室的测试 Airbox达到了18毫米的数值 目前根据我了解到的一些数值 18毫米基本上是目前BB方案市售产品的一个最大的数值 权益清晰度的MTF达到了0.89 这个数值是越接近一时越清晰 实际通过上演对比可以看到 看清边缘内容的可调节范围也会更大 同区的适配范围是57.5到70.5毫米 适配几乎99%的人群 市场角由之前Wen的43度增加为46度 画面大小已经是达到主流的水平了 画面增大带来的角分辨率PPT的变化 是很小的 120Hz高刷在空间悬停方面的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这套500度的趋光调节相对Wen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对于左右双眼的趋光度差异大 也包括就是你闪光比较大的朋友 我是还是建议配镜使用 我觉得这种趋光调节 对我这种轻微近视 日常是不配戴眼镜的用户的友好度是要更好 通过它我看屏幕内容是更加清晰的 对它的眨闪光的感受 我每个BB光学方案的时候都会提到它的底部反光 包括正面露光它还是存在的 正面露光的话是可以通过电子变色调节来基本上看不到 而顶部的光机眩光通过里面的遮挡处理 让整个画面看上去就更干净了 我有关注到一个感受 就是Virtual的眼镜画面视角是偏下的 没有之前BB方案眼镜看画面容易翻白眼的情况 这个也是早期体验BB方案的时候 很多用户去吐槽的点 但是它也同样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顶部的视野感受就比较压抑 可能是使用习惯的问题 我一上来就用了最长的4号鼻涂 来减缓这种顶部的压抑感受 我在抚摸它的身体的时候发现 Virtual Pro或者Virtual One 它的光学模组面向我人眼了一侧 它这个鞋面底部的边缘会有一点歌手感 那好在它这个边框是保护的还比较到位的 一般情况是碰不到的 不过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外观方面用来区分Pro跟One 它最大差异就是正面的左上角的标 Pro是金色的标 而One是银色的标 近身方面One的角链 包括近腿顶端都是用银色的标志 而Pro则是采用黑色的 其他外观上就没有变化了 两个重量我对比了一下 Pro比One增重了0.4颗 一般我用Virtual家的眼镜 我首先会把它那个2号皮托 给换成4号皮托 磁吸这里的硅胶套给它加上去 减少磁吸的一个夹头发的情况 以及增强它的稳定性 那我在这个使用状态的前后配重系数 我测量了一下 Pro版它的电子变色改进主要在于提高 它的遮光率达到了99.5% 还有一个改进就是它的偏证效果得到了缓解 通过它的镜片去看那种显示屏 减压重就看不到那种彩虹情况了 进退单元是保持了一字 包括它的铰链的调节范围也不是太大 对一些头大的用户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此外进退材质是偏硬的 是比较影响侧躺的一个舒适度 进退的按键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主要是三个按键 模式键亮度加减 但是按键定义是有点改变的 因为它新增了一些功能 包括它那个快速色彩切换 是通过亮度加长按 在眼睛的主界面就跳出来直接就可以进行选择了 这样就可以满足更多人的色彩需求 长按亮度减也可以一键关闭电子变和显示 秒变一个普通的墨镜啊 那目前亮度加减包括音量加减 它都有一个进度条显示了 音量包括亮度的设置都是记忆的 对了 文的那个无算力三道夫啊 因为它屏幕方案的改变嘛 所以给取消了 进退的音质是没有变化的 我们实际来对比一下 音量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毕竟也有人家哈曼的认证 随着此次Virtual Pro的发布 Mobile Pro它也是进行了一个更新 那外观上最明显就是上了金标 然后我上次提到的背后的印刷不是很清晰 因为可能涉及到飞机高铁的安检 它需要看这个电池的容量 这个就清晰多了 Mobile Pro它实现了更强的性能 以及更好的兼容性 性能方面主要体现在它可以去适配3D的分辨率 就3840x1080P那个 直接双人观看3D电影 续航也增加到了20个小时 和鉴品连接的介绍性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测试 目前出现问题的主要是Xreal的产品 就是它那个声音的问题 包括艾布森的BT40它是有一个色彩上的问题 那包括其他一些无声是因为它占用了声道 如果说你输出设备去再去连接蓝牙也是没有声音的 那如果像我这样 几个Mobile Pro去一直套滑下去是不是可以组成一个AR影院 答案是能但又不能 能的话就是全部连接Virtual Pro这个眼镜 你可以一直串下去都是可以的 但是只要其中一台不是Virtual Pro 包括像我是一台Pro一台温满 包括还有其他竞品的一些眼镜 连接上去就第二台上就没有反应了 那第一台是没问题的 就是说你连接什么眼镜都是可以用的 针对HDMI转接和编冲编用 以及跟各种智能终端的一些兼容性 我也做了一些测试 HDMI我主要测试的是它那个120Hz 包括3D分辨率 以及它和Windows端的Spacewalker 它那个兼容性 目前来看Virtual家的眼镜跟HDMI接口 去使用它的那个Windows端的接用性还是不错的 我手的大部分都是可以实现的 编程面我测试的主要是跟我的手机和掌机 它的连接的时候的声音是否正常 包括它的充电功率的情况 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 Virtual适配器的Pro 包括优莱特那个带USB输出的那个转接器 因为把USB数据给剥离了 就陀螺仪的数据就传输不到电脑上 所以就没办法去使用Spacewalker这个软件了 Virtual除了自家的硬件以外 连接我手头的这些设备 支持情况如下 目前在连接M1的MacBook Pro上使用的时候 就没办法去通过系统的这个音量键去调节 只能通过镜腿上自带的这个调节音量 功耗发热方面 我测试了一下One跟Pro 它们在开启它的最大亮度最大音量 就播放同一个内容 包括在Lindolf的镜像投屏的模式下 也包括在Sandolf它那个空间多屏的情况下 影机的功耗以及发热的情况对比 那可以看到更高刷新力与更高亮度带来的功耗和发热 相对于One来说是多有所升高的 这个也只能算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吧 目前看发热图 它的发热主要集中在右侧进腿前端 正常坐姿的时候 这个基本上是不会碰到人体的皮肤的 但是在侧躺的时候就是压到的时候它会更提进皮肤一点 这个感受会明显一些 所以本次Virtue Pro的发布 虽然表面上是简单的对它的显示系统进行一个升级 包括它的120Hz更高亮度 4.6度的四长角 以及市售产品中最大的Airbox 更清晰的边缘表现 但间接带来的其实是更好的软件体验 特别是我分享的Spacewalker for Windows 在AMD6800U上的表现 确实惊艳到我的 它让掌机的这个变形的能力就更强了 还包括开放和使用的安卓和LOS端的Spacewalker 这些都是需要很强的开发功底 很多接触过Virtue的软硬件产品的玩家 都觉得Virtue是在真正的玩自己的产品 包括我在Win的体验视频里也提到 Virtue产家肯定潜伏在各个玩家社群 去收集各种的需求 只要是玩家合理的需求 Virtue厂家总是能在第一时间进行落实解决 这也是我对Virtue这个团队最深刻的印象 那今天我对Virtue Pro的体验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